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10号宣布 以依法接管主要服务初创企业的区域性银行 硅谷银行 并指派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为硅谷银行进行清算管理 原因是硅谷银行流动性和清偿能力不足 这是2008年9月以来 美国最大的银行关闭事件 美媒金融时报11号看文表示 硅谷银行的关闭意味着硅谷的初创科技企业 面临灭点之灾 金融时报认为 现在无法估计这场金融冲击 会对存款已冻结的初创企业造成多大的打击 随着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强制出售硅谷银行资产 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 初创企业的资金或被无限期冻结 他们短期内无法兑现支付员工工资等承诺 不得不关门打击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说 硅谷银行总行和所有分行13号将重新营业 所有售保储户最迟当天上午可取回售保存款 根据标准 每名投保银行储户最高承保额为25万美元 先前监管报告显示 硅谷银行许多储户存款额高于这一数字 按照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说法 截至2022年底 硅谷银行存款中89%没有受保 此外还有部分投资者担心 这一世界可能会波及其他金融机构 甚至导致更大规模金融风险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1号报道 美国知名家居用品连锁店品牌 加德宝的联合创始人 俄裔亿亿万富翁伯纳德·马库斯 近日在该媒体的一档节目中 谈及了硅谷银行的关闭事件 他对美国民众发出强烈警告 称经济衰退可能已经到来 而美国政府却反映失顿 从所外媒报道 美国白宫发声明说 硅谷银行关闭后 美国总统拜登11号就此事 与加州州长纽瑟姆进行了交谈